巴萨丢贯后球迷给球员评分 皮克 苏牙 格子惨不忍睹 梅西仅第二 2019-20赛季西甲联赛第37轮 巴塞罗纳在主场1比2输给奥萨苏纳 这显然不是巴塞罗纳想要交出西甲冠军的方式 更别提是将冠军交给了素敌皇家马德里了 巴塞罗纳球迷都不愿意看到黄马举起冠军奖杯 梅西打进了这场比赛中打进一利刃一球 然而整晚他都很沮丧 现在不仅仅丢了西甲冠军 他认为就目前巴塞罗纳这种状态 在欧冠联赛上也没戏 最近巴塞罗纳球迷就通过西班牙媒体马卡报 对巴塞罗纳22名球员做出了评分 截止到发文前 球员的排名是这样的巴塞罗纳阵中的一批老将 在球迷评分中堪称惨不忍睹 拉基蒂奇 阿尔巴 亚瑟梅洛 苏亚雷斯 布茨克斯 皮克这6人仅仅排名第11至16位 倒是希望之心法帝得到很多球迷的认可 在排评分中排名第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